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的發言表明 如果他贏到11月5日的美國總統大選 他就會加強美國貿易保護主義 作為執政議程的核心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說 特朗普在星期二在芝加哥經濟俱樂部發表講話時表示 他將會對進口的汽車徵收高額關稅 特朗普認為這是迫使汽車廠商 將工廠重新搬回美國的唯一途徑 另外在講話裏面 特朗普還猛烈批評了 平治 即Benz等歐洲汽車製造商 特朗普說我們將會對他們徵收關稅 你知道他們會做些什麼 平治將會開始在美國生產 特朗普還嘲笑了目前平治在美國的生產方式 他表示平治在德國製造所有零部件 之後就在美國組裝 平治就逍遙法外 平治就好像將一些東西從盒子拿出來 這麼簡單的東西 其實美國的弟弟都可以做得到 針對這個評論 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認為 特朗普貶低了汽車工人 之外 特朗普一直都在不同的場合強調自己的高關稅主張 在星期二的芝加哥經濟區 特朗普接受了彭博社採訪時的表示 對我而言 字典裏最漂亮的詞語是關稅 特朗普說如果他自己當選下一屆美國總統 美國將會對所有進口的商品徵收20%的關稅 尤其對所有中國進口的商品更加要徵收60%的關稅 對那些不再使用美金的國家徵收其他關稅 在今年7月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 特朗普強調中國正在墨西哥和美國的邊境 興建大型的汽車工廠 用來生產在美國銷售的汽車 他暗示將會推動修改美國墨西哥加拿大自由貿易協定 簡稱USMCA的一個協定 還會對墨西哥製造的汽車徵收高達200%的稅 去防止他們進入美國 我們回憶一下 剛才說到他對基本的進口商品是想徵收20%的關稅 而對中國進口商品是徵收60%的關稅 再對墨西哥製造的汽車徵收高達200%的稅 在星期二的芝加哥經濟俱樂部上 特朗普再次強調這個秘訣 就是說如果他成為這個國家的總統 他將會對墨西哥進口的汽車徵收100%的關稅 絕對不會允許墨西哥向美國出售任何一輛汽車 而這個態度也招致了業內人士的反對 因為包括通用汽車、福特、日產、保馬在內的多家車企 是在墨西哥生產汽車和銷售到美國的 聽完這些特朗普的態度 車企又對這個說法是有什麼想法呢 我們可以留意特朗普和拜登對待電動汽車的態度 是完全兩個相反 特朗普曾經在今年7月表示 如果在他上任的第一天 他就會廢除電動汽車強制政策 相比之下拜登就支持用電動汽車 還將電動汽車作為他首要的氣候和產業政策之一 其實拜登在2021年設定了目標 他表示要在2030年或之前 將電動汽車在美國市場的新車銷售 所佔的比例提高到50% 其中通貨膨脹削減法案 和簡稱IRA在2022年8月由美國國會通過 這個法案IRA的主要內容包括 在未來10年要投入大約4300億美元 當中在氣候和清潔能源領域 是投資3690億美元作為補貼 去支持電動汽車關鍵礦物清潔能源和發電設施的生產和投資 今年1月日產和通用汽車警告 如果特朗普意圖廢除IRA計劃 將會損害美國電動汽車的銷量 通用汽車的財務總監 亞國布森表示 IRA是為電動汽車市場帶來了巨大的好處 有助刺激銷售 亞國布森說不想最後出現這樣的情況 即是說特朗普會廢除IRA計劃 而日產行政總裁內田成就表示 拜登政府的這些政策措施 其實是有助於在中長期裏面 推動日本的車企在美國的電動汽車銷售 內田成之前都說過 這個世界是需要擺脫內言機的 內田成強調他不想對這個措施的政治性發表評論 但他補充說有了IRA 電動汽車的普及率將會更加有希望 內田成的態度其實都代表了大多數車企的高層態度 對美國總統大選是保持觀望的態度 盡量不要對政策的政治性發表任何評論 目前來看最熱衷於拋頭路面去支持特朗普的車企 高層就正正是Tesla的行政總裁馬斯克 就算特朗普對於電動汽車的評價也挺負面 甚至發表過電動汽車的續航旅程很短 價格又貴又笨重的激進言論 但馬斯克的高調支持是令特朗普的這個轉章有所轉軚的 今年8月特朗普曾經公開表示過 在Tesla行政總裁馬斯克支持他之後 他別無選擇只能支持電動汽車 但之後特朗普又澄清說 他支持電動汽車 只是因為他們是汽車業的一小部分 他還說其實除了電動汽車之外 其實公眾都可以選擇燃油驅動的汽車 混合動力汽車和各種各樣的汽車 根據《華爾街日報》16日報道 相關文件顯示 馬斯克在今年的第三季 向他支持特朗普而設立的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 捐了7500萬美元款項 值得注意的是在10月8日馬斯克在接受美國霍士新聞前主播 卡爾森的專訪時表示 自己現在全程投入去支持特朗普 就像賭博上去All in 特朗普一樣 沒有退路了 如果特朗普落選 他名下的企業會面臨各種負面的後果 我再下一個話題說一說 南韓進入了人口緊急狀態以來 民眾的結婚和生育意願是有所提高的 南韓日前發佈了一項調查顯示 年齡在25歲至49歲的南韓單身人士裏 超過65%的人是有結婚意願的 這個比例是比半年前同類調查是有所提高的 相關報告都顯示了這個表明 南韓人對於婚姻和生育下一代的看法 是變得越來越積極的 根據韓國時報15號的報導 南韓老齡社會和人口政策總統委員會 在14號發佈的調查結果顯示 65.4%的25歲至49歲的單身受訪者就說 他們是有具體的結婚計劃 或者希望有朝一日是可以結婚的 而六個月前 即是半年前的同類調查裏面 這個比例只有6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三十多歲的單身女性有結婚意願的比例是達到60% 而先前調查即是半年前的調查 只有48.4% 明顯是有 明顯是有上升的趨勢 調查還顯示單身人士對於生育子女 是好像一個更加積極的態度 超過68%的受訪者 就說他們是需要小朋友 高過之前的61.1% 其中二十多歲的單身女性 希望生育小朋友的比例是超過48.1% 高過之前的34.4% 在沒有子女的已婚人士裏面 都觀察到類似的變化 問及是否有意願生養小朋友 50.7%的受訪者 是給出了肯定的答覆 高過之前的42.4% 南韓統計廳先前的數據顯示 南韓2023年生生兒的人數有23萬人 創下南韓自1970年開始統計以來的最低水平 總和生育率 平均每名育齡婦女 在一生人生育子女的數目 是自2016年以來連續8年下降 去年下降到創新低的0.72% 即是平均每名女性 在她一生人裏面 只生育了0.72個小朋友 遠低於確保全國人口數量穩定 所需要的2.1個小朋友 南韓總統的尹錫瑜在6月19日宣布 由那天開始 南韓進入了人口緊急狀態 強調是要全力應對低生育率的問題 由於人口出生率的持續低迷 南韓政府其實近年是很積極出台多項的政策 去鼓勵生育 例如為孕婦提供交通補貼 產後補貼 體檢費的補貼 依照韓國時報的說法 政府鼓勵結婚和生育的政策 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 但是南韓的總和生育率 只是有望在今年由0.72升到0.74 就好像剛才所說 就是指一個人 平均每名女性 一生人只生育0.74個小朋友 比之前的數據多了0.02個小朋友 其實我個人的見解 其實很多南韓的新生代年青人 都是用地獄朝鮮這個名字 去形容南韓 就將自己的成長環境 就比喻為地獄 那為什麼會叫做地獄 地獄朝鮮呢 原因是因為這些新生代青年人 就覺得他們現在身處的韓國的環境 是遭受財罰的剝削 年輕人都找不到工作 又買不起房子 連自己都養不住 還說什麼拍拖結婚 加上有一些韓國的年輕的女性 就覺得社會上的厭女情況 對女性的厭惡 繼而可能發生 異性之間的言語暴力 和性剝削的狀況 是比較嚴重的 所以很多無論是男行的年輕男還是女孩子都好 都會笑稱自己是一個N拋世代 拋棄戀愛 結婚 生孩子之餘 還拋棄了買房子 人際關係 夢想和希望 所以都很明白為什麼 現在新生代的結婚和生育率 是會創新低的 但是再加上 我們都最近都播報了 這個南北韓的局勢 現在變得很動盪 北韓官媒 朝宗社更加在16日 就報導說 這個星期大約有145萬名的北韓年輕人 申請參軍或者重返部隊 有可能是新一場的韓戰會發生 這個因素會不會影響到南韓人生兒育女的意願呢 其實我作為一個普通的正常女性 都沒有人想在一個戰爭動盪時期 去懷孕或者養育一個嬰兒 你也想在一個和平安穩的地方去照顧她 最基本是不用擔心 她的生命會不會受到威脅 我們就看看 在狀況的持續之下 男行想結婚和生育小孩的統計人數 會不會再在下半年或半年後 有下調 我們拭目以待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視頻看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特別是盧社長和我有關中國的新聞時事分析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